讲了半天拍别人的人像模式 我来讲一下自拍模式 Vivo X90 Pro Plus 你在正常拍照的时候 如果点翻转的 你会发现它会直接进入到人像的自拍模式 看到吗 人像的自拍模式 它没有拍照的一个自拍模式 但是小米13 Pro 你在拍照这边翻转 它是有个拍照的自拍模式 如果在人像这边翻转的话 它是有个人像的自拍模式的 这两个自拍模式 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 比如说你正常的拍照的模式 它默认情况下会有一个质感磨皮的选项 但是没有HD人像 在人像模式下自拍 它正常情况下 它没有质感磨皮 但是你可以去选择HD超清人像 而且会有虚化的效果 所以我在外面对比的时候 其实有点混乱 我分别用了两种模式给妹子做了自拍 大家在后面可以看一下 X90的自拍模式 它相比小米13 Pro有更多的选项 比如说它有HDR的选择 当然也有Vivo非常不错的HD人像的选项 高清人像 而且在自拍模式的情况下 大家依然也可以选择蔡思非常棒的几种虚化的效果 包括人像的磨皮 而且磨皮是默认打开的 但是小米的自拍 它有时候会自动把磨皮和美颜给关闭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小米的自拍 它的观感看上去没有X90 Pro Plus这么好 好我们来看一些照片的对比 这个是在室内拍摄的 右边小米这张照片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没有开HD人像 那么放大看的话 会发现很明显 从解析力方面是不如X90 Pro Plus的 而且面部上的一些纹理的优化 也没有X90 Pro Plus那么的锐利 但是从皮肤纹理的磨皮的效果 感觉还是可以的 毕竟前置使用的是CV的磨皮的算法 观感上的话小姐姐都说 看着小米的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在这边看大图的话 会觉得X90 Pro Plus会更好一些 这个是室外拍摄的照片 右侧大家可以看到小米 是有一个明显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就是因为开启了人像的自拍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它是有HD超清人像的 我们如果放大照片的话 会发现它的睫毛的细节 眉毛的细节会更多一些 而且皮肤的纹理也会做得更好 反正我看一下来的话 觉得这两个手机 它的磨皮的效果都挺不错的 但是因为我其实也平时很少自拍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或者可以发给你们的伴侣 看一下更喜欢哪一种磨皮效果 我个人觉得还是X90 Pro Plus 会在皮肤面部上优化 做更多的处理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肤色会更加的均匀 因为小姐姐面朝的这个方向 它有一个偏色的灯 所以会有一些黄色的偏色 但是X90 Pro Plus 却能够比较好的处理下来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好像是大白天的拍摄效果 你甚至可以看到 X90 Pro Plus 还要在这种情况下 去压一下背景的天空的高光 我放大看以后 会发现小米会锐化的特别的强力 反而是拥有了X90 Pro Plus 这样的一个过度锐化的效果 但是看皮肤的磨皮的质感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多人拍摄的效果 而且是顺光方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两台手机 看着观感都是挺不错的 小米的感觉锐化的稍微多一点 皮肤的细节会更多一些 所谓的质感人像 可能皮肤的质感会保留更多 而X90 Pro Plus 它会更倾向于 把皮肤磨得更平滑一些 大家怎么看 在皮肤的颜色方面 我觉得小米13 Pro 会更还原一些 但是Vivo的X90 Pro Plus 它会更加倾向于偏冷一些 然后皮肤会偏平红一些 这个就看大家的喜好了 好 我们刚刚做的那些对比 其实都是在普通的拍照模式下 它没有任何的背景虚化的模拟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专用的人像模式 小米在人像模式的情况下 它默认是使用3.2倍的长焦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主摄人像的话 是必须要点击左上角 这个全身模式 才能够使用主摄镜头 当然是X90 Pro Plus 它就非常方便 你可以在下面直接去选择 1倍 2倍或者是3.5倍 我个人觉得 这个比较符合操作的直觉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的 小米13 Pro 有个问题 就是它有时候 这个HD人像会被自动关闭 自动重置掉 而且这个美颜的选项 也有时候会自动重置到完全关闭 所以其实很多对比的样片 小米13 Pro 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美颜和增强的 不过问题也不大 因为小米13 Pro 你在后期编辑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后置的 HD超清人像的处理的 为了公平起见 我有一些照片是在小米13 Pro拍摄完成以后 在手机里面专门做了HD超清人像的处理 一些紫色标签的照片 就是做过处理的人像 好 我们直接看一下主摄的人像模式 效果怎么样 由于人像模式的开启 所以它就会做一个模拟的背景虚化效果 通过逆光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两台手机的调教的倾向 可以看到 因为都是支持HDR的拍摄 之前我给大家做X70 Pro Plus的节目 讲过小米的相机 是不支持在人像模式情况下 开启HDR的 所以很多的逆光 或者是大光比的情况下 画面都会出现过曝 但是这回13 Pro 虽然说在这个界面里面 没有HDR的开关 但是从照片上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有HDR的处理的 只不过可能你是没有办法 关闭这个HDR 但是X90 Pro Plus 是可以允许你关闭的 但是我后面拍摄的照片 都是默认开启这个HDR的 为了公平起见 后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米这边的话 它会不那么去压高光 所以太阳会有一些 自然的运开的效果 但是你会发现 X90 Pro Plus 太阳它并不圆 为什么不圆 是因为它模拟了 蔡司的光斑 后面会有些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太阳经常会被蔡司的光斑 给模拟成非常奇怪的形状 后面的背景虚化的过度 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X90 Pro Plus的算吧 之前X70 Pro Plus的 它的背景虚化的过度 都会比较自然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过度 离景深比较近的距离 它会稍微清晰一些 远处的话 会过度的更像真实的镜头 在人物这边的话 会很明显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 有一个独立的处理 就相当于把人专门抠出来 然后做了一个独立的加量 人物的皮肤也会更白一些 而且注意看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大家可以看 这个白色的衣服上 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是像小米13 Pro的照片 因为它是逆光的方向 所以会多多少少有点偏蓝 比较偏冷的渲染 但是X90 Pro Plus 它会去校正色温的差异 白色的衣服 它就会做的比较白 这个怎么说 观感上的话 其实X90 Pro Plus会更好 但是如果反映现实的情况的话 小米13 Pro会更准确一些 然后包括面部的加量的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13 Pro 它的美颜并没有开开 而X90 Pro Plus 它的美颜是打开的 所以皮肤就会做一些处理 而且会有些瘦脸之类的 这个直接拿给小姐姐看的话 他们会非常喜欢 X90 Pro Plus的效果 所以我是希望小米 尽快的去把美颜 和背景虚化重置的这个问题 修复掉 否则拍着拍着 发现美颜关了 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 然后这张照片的话 大家看一下背景虚化的处理 这时候X90 Pro Plus 就出现了挖眼珠的现象 这个就不是特别好了 但是小米13 Pro 却处理的比较好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头发丝上的一些细节 你会发现 这个X90 Pro Plus 会让整个画面会偏暖一些 但实际的情况逆光方向拍摄 而且我们又是在北方的城市 所以其实冬天的夕阳 会整个画面会比较偏冷一些 如果大家用过相机去拍摄照片的话 应该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13 Pro会更加还原现场的拍摄的情况 背景虚化效果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除了挖眼珠的问题 皮肤的磨皮也可以看到 小米13 Pro并没有打开 不过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可以通过后期的方式去处理 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逆光的一个人像 皮肤也依然是没有处理 Vivo X90默认开起来 皮肤的处理效果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大家注意看 由于磨皮的效果的打开 反而会影响一些 其他高频信息的画质 比如说头发丝 会发现它是不如13 Pro的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后期去处理美颜的话 你会发现小米的相机 它会把人物的皮肤 独立出来来处理 同时保留头发上的一些细节 这时候综合的情况下 13 Pro应该会比 X90 Pro Plus更好 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的 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是单独 把人脸给抠出来 做了一个加量 这边还有没有抠干净的光运 就是你很明显通过这个照片 你会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是做了一个 后期的处理 而13 Pro的话会比较的自然一些 我们白天原相的对比看完了 看一些晚上的人相对比 我觉得白天处理的好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 晚上处理的好 才是真正牛逼的 为什么我放了三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那个问题 小米在切换镜头拍摄的时候 它的美颜是会关闭的 所以最右侧 紫色标签的照片 其实是我用 小米13 Pro的 后期的HD人相处理过的 所以我在后面去对比的话 就不拿小米默认拍摄出来 这个照片来做对比了 小图的话 整体的观感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X90 Pro Plus 它的美颜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你会发现 由于晚上光线会比较的复杂 其实X90 Pro Plus 单独去把人像拿出来 做一个处理 会让观感更好 背景的虚化效果 我觉得两台小机处理的 都是非常不错的 背景虚化的效果 其实我是比较随机的选择了 蔡司的几个镜头 所以不一定哪张照片 用的是哪一个照片效果 所以大家不要在意背景光斑的不同 我们主要还是来看一下照片的画质 放大照片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 小米的照片拍的是比较清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原片 头发的细节会比较真实一些 但是X90 Pro Plus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HD人像的处理 有很重的AI的痕迹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不太会在意这些细节 反而会更加的去在一些面部上 皮肤的一些处理颜色等等 我觉得处理的都是非常不错 X90 Pro Plus会观感更好 而小米13 Pro会更克制一些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处理 但是不会处理的非常的过分 我这边也是放大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刚刚的对比一样 小米这边应该是我发现了 HD人像没有开启 打开了以后它有一些强化的处理 两台手机它的倾向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背景虚化的光斑 抠像我觉得两台手机抠的 都是比较的干净的 看起来很自然 综合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X90 Pro Plus 看起来比较讨喜 小米看起来比较真实 X90 Pro Plus它经常会锐化的 比较过分 你可以看到头发丝上很多的白头发 一个小姐姐会反映说观感不是很好 因为她确实年龄比较大了 就本身就有很多白头发 所以她会更加倾向于小米13 Pro 这个乔教的方向 看起来比较的自然 没有那么刻意一些 但是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会比较喜欢 X90 Pro Plus的后期的效果 因为看起来面色是比较红润一些 比较靠近距离的一个拍摄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张照片是小米13 Pro 没有开美颜最真实的一个最还原的状态 通过后期HD人像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效果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 小米13 Pro会比较自然一些 头发丝会比较顺 而Vivo X90 Pro Plus会有比较明显的AI处理的痕迹 再放大皮肤的细节的话 反而这个时候小米会比较的粉嫩一些 而X90 Pro Plus皮肤上这样的一个色温的偏差 会比较明显一些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切换了一下 Vivo X90 Pro Plus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是使用了蔡斯的Belta的镜头的效果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玄焦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镜头的效果 但是因为小米这边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选择背景虚化的效果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背景的虚化 背景虚化的效果有个玄焦 放大看一下皮肤的效果 在头发的边缘 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小米的HD人像的处理的痕迹 头发上都长拉链了 所以其实各家厂商的人像的增强的处理 还是需要不断的去优化一下 很多小的细节上的瑕疵 会看起来很明显 这一组就是我故意选择的 这样一个死亡的角度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的光照 灯的色温是偏的非常厉害的 但是背景的灯光 它是正常的色温 所以我想看一下两台相机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怎么样处理的 我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Vivo X90 Pro Plus 皮肤也是没有经过处理的 跟小米13 Pro是一样的 是因为我故意把 X90 Pro Plus的美颜给关掉了 让大家看一下 在没有美颜处理的情况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你会发现 刚刚看到很多 你觉得X90 Pro Plus 观感很好的原因 主要还是有美颜 如果把美颜关掉以后 还是会还原最真实的面目 而你在拍摄的时候 如果没开启美颜 小米后期的HD人像 它的优势就来了 你可以看到最右侧的照片 就是通过小米的后期 HD超精人像处理过以后 皮肤的效果会好很多 整个画面的处理的话 我认为小米色温会处理更好 X90 Pro Plus的皮肤会显得非常蜡黄 我放大看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然后衣服上的细节 你会发现 X90 Pro Plus会故意锐化 所以 而且胸口 你会发现 好像长了胸毛一样 这个就是不太好了 所以在不开美颜的情况下 X90 Pro Plus会锐化的特别的严重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的 OK 这组照片的话 是另外一个场景的夜景 两张照片都是VIOX90 Pro Plus拍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跟白天一样 晚上的时候 X90 Pro Plus也会出现 处理不及时的情况 一张照片加了背景虚化效果 一张照片没有加 但是在人像的处理方面的话 两张都是有比较明显的 超清人像的增强的 有点像油画的效果 这个细节比较少 而小米的两张照片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背景虚化效果 每张都处理的 但是你会发现人物皮肤 并没有开启磨皮 我还是做了一个后期的HD人像 来比较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观感 会发现X90 Pro Plus 它会更加倾向于 把人物的皮肤偏品红一些 而小米13 Pro会稍微色温偏黄一点 但是我觉得会更加的真实一些 背景虚化效果 我感觉X90 Pro Plus会更真实一些 因为它的高光会比较亮 但是小米的看起来 就好像是做了一个 焦位镜头处理 没有那么亮 因为一般是特别亮的光源 才会出现这种光斑的效果 同样的这张照片 且接着打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手势 还好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二战时期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手臂上抠图的细节 我觉得X90 Pro Plus会处理的更好一些 小米13 Pro手腕这边处理的 不是特别的好 有很明显的痕迹 所以为什么我说Vivo的它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抠图的处理会更自然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头发边缘的细节 还是Vivo处理的更好一些 在这个方面的算法的话 小米还是需要加强一下 这张照片的话 大家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是专门去把人物的面部皮肤 做了一个提亮 其实真实的情况 是因为小姐姐把这个手抬起来 它会遮挡一些柔光照的光源 其实面部的光线是没有那么亮的 但是X90 Pro Plus会增强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观感更好一些 但是它并不反映现实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抠图的效果 Vivo还是处理的更好一些 包括背景光斑这个特别的效果 后面这几组照片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我发现X90 Pro Plus 会故意去提亮整个画面的亮度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在这个河边是比较黑的 小米就会比较倾向于真实的观感 Vivo就会让整个画面会提亮一些 放大照片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面部有专门的经过一些优化 而且X90 Pro Plus面部的一些头发 做的不是特别好 感觉好像头发湿了一样 就贴在脸上 但如果你放小图的话 可能更多人会选择X90 Pro Plus的观感 我们到桥面上去拍摄的时候 会发现X90 Pro Plus甚至会有些过曝 我在手机上看的时候 会觉得X90 Pro Plus为什么出问题了 脸上特别的白 但是小米会比较反映现实的情况 而且救生圈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X90 Pro Plus似乎背景虚化的判断 是有些失误的 很显然小米13 Pro是知道 桥面上的东西是跟人物在同一个平面上 所以它没有做背景虚化的效果 所以在这点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Vivo应该是专门把人抠出来 让其他的地方做了一个背景虚化的效果 这张逆光的绕片也可以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是有一个过曝的倾向 其实现场的情况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更加像小米13 Pro拍摄出来的感觉 而Vivo X90 Pro Plus甚至没有办法 很好的处理现场 这黄色的灯光太黄了 我不是特别喜欢 这张就非常的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人物脸上的曝光非常的亮 小姐姐也表示说更加的喜欢小米13 Pro拍摄出来的照片的观感 为什么它这么亮我看 感觉还可以 这种有感觉了 但是它亮了好像就没有 它为什么会这么亮 好奇怪 就这种还是需要 就这种 反正13 Pro给的感觉是比较偏真实的情况 不知道X90 Pro Plus在抽什么风 这张照片你会发现特别的亮 而且面部的处理会非常的激进 但13 Pro会比较的柔和一些 背景虚化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万家灯火 X90 Pro Plus会比较的明显一些 这个照片也是 X90 Pro Plus皮肤跟头发的边界处理不是很好 它为了做了一个均敷的效果 反而头发会染上肤色 这点算法还是要再优化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逆光方向的拍摄 好像小米的它的背景的虚化效果没有开的那么大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后面的灯光 打到镜头上炫光的效果 这个菜丝的动膜好像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好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人物面部皮肤的处理 X90 Pro Plus如果你想要使用五超米的人像模式 只需要调整到两倍的焦距就可以了 但是小米正常情况下它是只能够在全身人像和3.5倍的焦距之间切换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五超米的人像焦段怎么办 你需要使用左下角的大师镜头选择悬焦五超米 这时候它才会在英寸的主持上进行一个裁切 输出一个等下五超米的焦段 我跟X90 Pro Plus的五超米的焦段的拍摄都是使用小米13 Pro的五超米的大师镜头 在这个模式下的话它模拟的光圈是固定的0.95 你可以在照片的下方看到一个50毫米0.95的水印 不能够调整任何的虚化效果 而且很惨的是虽然说你可以看到上方是有HD人像的开关 但是原本右下角的一个美颜的按钮就消失不见了 在这个模式下你是不能够在前期开启任何的美颜的功能 但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小米13 Pro是可以在后期去做一个美颜的效果了 所以我也在有些照片适当的使用了HD人像以及后期美颜的处理 X90 Pro Plus就比较自由了 它在任何一个焦段都是可以去随心所欲的调整 背景虚化的效果 蔡司的镜头的风格 以及磨皮的效果 包括背景虚化的光圈的模拟 好我们来直接看一下五超米的人像焦段模式的对比照片 首先从小图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X90 Pro Plus 它背景光斑的模拟会把太阳也模拟成一个很奇怪的光斑 正常来说太阳会比较亮 不会成为这样一个形状的 大家再看一下整体的观感 跟我们之前说过的一样 X90 Pro Plus会专门把人抠出来去做一个色温的校正 衣服上的偏蓝的倾向都会被消除掉 如果我们放大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人像的处理也是跟之前的一样 特别去锐化一些细节 但是由于我们是在人像拍摄模式X90 Pro Plus它会默认开启磨皮效果 反而你会发现脸上跟普通模式下拍摄相比就不会有那种过度锐化的效果 瑕疵会增强 反而是会做一个很好的皮肤的处理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会更加喜欢一些 而且由于我们之前说过了小米13 Pro它是一个主摄的剪裁 所以解析力方面的话 肯定也是比不过真正的五超米人像镜头的X90 Pro Plus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虽然说我们之前讲过它的等效光圈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小米13 Pro它是一个剪裁 像素数量不够 X90 Pro Plus它是一个真正的五超米的镜头 它的像素是有5000万像素的 有这么多像素的情况下 再加上一些后期处理的 是会比较好的挖掘出很多的解析力的 不管它是做兜充曝光也好 不管是做对战合成也好 反正效果就是这样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观感会更好一些 这样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到 还是跟之前一样 有一张处理的背景虚化效果 有一张没有处理 你会发现没有很好处理的背景虚化效果 太阳就是正常的 但是处理了背景虚化效果的 你会发现太阳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光斑 所以你可以看到X90 Pro Plus 它在处理这种背景效果的话 会比较随机 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 小米就会保持的比较统一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肩膀上 小米会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 像史莱姆一样的绿色的凝胶状的失误 这个其实在后面的照片 很多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不知道是因为为了压背景的夕阳高光 反而会出现了这样一个偏色 这算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bug 希望之后小米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修复掉 而且细节保留上的话 我觉得X90 Pro Plus会更好一些 尤其是这种高频信息 因为剪裁以后像素确实是不太够 然后我们来跟相机做一个对比 最右侧这黄色是相机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真实 就是这样的逆光拍摄的照片 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 背景是不会压高光 而且人物面部是比较偏黑 也没有皮肤的处理 X90 Pro Plus太阳又变成了一个豆瓣 小米的话就比较正常 但是同样小米这边也会有 绿色的凝胶的裂化 而且衣服也没有做处理 在皮肤方面的话 可以看到X90 Pro Plus 也是有开启正常的磨皮的效果 背景的光斑 小米这边处理的不是很好 很显然是X90 Pro Plus 会更像相机的一个胶外的效果 数拍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画面还是相机没有去压背景的高光 背景的虚化效果的话 你会发现此时小米13 Pro的效果 是比较接近于相机的虚化效果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背景的夕阳 撒在水面上 透过这个卢尾袋 形成的这些光斑 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X90 Pro Plus 这个抠图 抠的就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面部有做过一些过度的锐化 连衣服上的毛衣的细节 它就会特别强调 我不知道大家是更倾向于哪一种选择 如果大家觉得解析力更高 是画质更好 肯定是X90 Pro Plus比较占优势 但是我觉得可能整个画面的质感 更像相机是一种画着好的表现 还有一个近距离的拍摄 大家可以整体的看到 相机还是依然的背景的高光 没有压下来 X90 Pro Plus 太阳变成了一个豆瓣 放大一些细节的话 由于对焦距离比较近 相机的光圈又开得比较大 所以很多的区域并没有在景深之内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糊 但是其实是很正常的 看下面部 小米头发上也有一些绿色的 很奇怪的颜色 并且这边抠图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小米是怎么选择背景的边界的 做的有点粗糙 没有X90 Pro Plus那么细致 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晚上的时候还做的挺好的 早上大白天就成为这样了 可能还是要继续优化一下 面部的细节 X90 Pro Plus依然是开了美颜 13 Pro一根相机的观感 是比较接近的 好 这一组照片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是故意选择这样一个 有前景 有背景 而且前景比较细小 也比较复杂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台手机是怎么去处理 这么复杂的情况的 首先大家看一下 最右边的相机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有一条比较近的横向的树枝 还有一条离人比较近的 斜向的树枝 我先把13 Pro的照片给关掉 大家注意看一下 X90 Pro Plus是怎么处理 不同的距离的前景 你会发现 它会跟真正的相机一样 去判断不同的距离 然后给出不同的虚化的效果 比如说最前面的这一条树枝 虽然说处理的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你觉得它是有意识的 包括前面这两个果子 它因为距离相机比较近 所以它给的虚化效果比较多 距离人身体比较近的 它就没有做虚化的处理 包括侧边的这些树枝 你会发现它跟相机的 真正的大光圈的镜头的 景深的判断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我们把13 Pro的照片加入 你就会发现13 Pro的话 虚化的效果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处理的 你可以看到 在树枝的判断方面 它抠图会明显要比 X90 Pro Plus更加细致一些 只不过它的虚化效果 没有那么强烈而已 有些人可能会问了说 我小米13 Pro的虚化效果 是不是可以增强 之前给大家讲的时候已经说了 在人像模式的情况下 只能使用50毫米的大师镜头 它只能够模拟一个 F0.95光圈的虚化效果 是不能够调整虚化的程度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 那么在背景的虚化的话 我个人觉得 真正的相机的镜头 看起来会更像 小米13 Pro这样的一个 胶外的效果 X90 Pro Plus 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光斑 我觉得处理的不是很好 然后再看另外一组照片 也是同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景的果汁 X90 Pro Plus 是有明显判断出果子 是跟树枝是相连的 有一个远近的效果 但是13 Pro 你会发现它从肩膀的位置 进行了个截断 后面进行了一个虚化率处理 前景没有做任何的虚化率处理 这个判断就不是特别的准确 然后左侧的这些果子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X90 Pro Plus 是跟真正的大光圈的镜头 它的效果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还是同样的 背景的虚化效果的话 我觉得13 Pro 是跟真正的大光圈的镜头 比较接近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光线非常差劲的室内的环境 两台手机是怎么样去处理的 从小图上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 跟白天一样 它会专门去把人独立出来 做一个加量的处理 但是实际上 它不能够反映真实的现场的光线 而小米 其实是比较反映现场的光线 只有一个黄色的偏色的吊灯 然后我们放大看以后 大家也可以看到 微博X90 Pro Plus 离脸比较近的头发 进行了一个染色 就是因为 X90 Pro Plus 它为了去平均皮肤的颜色 可能是判断错误的人脸的区域 离脸比较近的 头发的颜色也给染色了 但是小米却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我觉得第一眼看上去 X90 Pro Plus 它的观感会比较好 但是作为经常看相机照片的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小米的照片会比较真实一些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皮肤的细节 虽然说在人像模式情况下 小米也是有HD超精英人像的 但是它也是做的比较克制 跟我们的广角人像一样 它没有做非常锐利的优化的效果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从主摄剪裁以后 它像素不太够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做到更细致的优化 而前景这边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 X90 Pro Plus 水壶中间的镂空 它也能够判断出来 并且做了一个前景的虚化 这组照片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 它背景虚化做的有点太过了 大家可以从左下角看到 这个照片的参数是F1.4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F1.4 只是我在选择背景虚化效果 选的是模拟F1.4的光圈 让人感觉 它是把人专门抠出来 然后背景做了一个挺大的模糊 导致这样的效果了 但是小米13 Pro 你会发现它的背景是有虚化的 但是它的虚化是比较自然的 我其实更多是比较喜欢 13 Pro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会那么突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 不太喜欢这么大的虚化效果的话 你可以在光圈设置这边 调的小一点 我发现它跟小米13 Pro的背景虚化效果 能够差个两档 比如说X90 Pro Plus调到F4.0 差不多是跟小米13 Pro F2的光圈接近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在拍完照片以后 去重新调整背景虚化的效果 也是很方便的 同样这张照片也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移动了一个位置 因为我发现前面几张照片 顶灯打的确实有点丑 移动一下位置 挪到阴影的部分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小米13 Pro 它的整体画面的观感 会更加接近于X90 Pro Plus 还是有传统的问题 X90 Pro Plus背景虚化太强烈 我这时候用的背景虚化效果 应该是松大了个镜头的效果 所以它的光斑是比较柔和的 由于室内确实是太暗 大家可以看一下ISO已经标到2000了 小米13 Pro它的像素不太够的情况下 头发上的一些细节就会丢的比较多 而且会有一些处理的比较烈化的情况 这我估计还是算法的问题 在这种极其暗光的情况下 X90 Pro Plus还是表现的稍微好一些 那么现在到室外以后 由于饭店门口有个很亮的灯牌 所以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充足的光照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跟室内极限的情况不太一样 通过背景的虚化效果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两台手机 它对于胶外的光斑的处理 因为小米13 Pro是不能够选择任何的胶外光斑的 它只能够模拟一个50毫米0.95的效果 X90 Pro Plus 我这边应该是选择了第一个Belta的效果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悬胶光斑 通过放大照片以后 大家会看到跟主摄人像类似的结果 就是小米它的后期的处理是比较克制的 不会说把人像锐化特别的厉害 当然它可能也锐化不了多厉害 毕竟像素比较少 Vivo X90 Pro Plus 它的解析率就会很高 但是头发 发丝也出现了很多白头发 皮肤的颜色也是比较偏向于品红 而小米是比较反映真实的现场状况的 因为这个店家的灯牌 它也是比较偏黄的 所以它不太可能去拍出来一个比较粉嫩的皮肤 所以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偏真实的效果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衣服上的黄色的渲染 X90 Pro Plus会特别的黄 我不知道它是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 后面的一些照片都是差不太多的 从这张照片你会看到 X90 Pro Plus会处理的更加的强烈 其实这种效果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 但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不是那么感兴趣 这种非常锐化的效果 不过还好因为有磨皮 所以说脸上的瑕疵 不会去增加的那么强烈 好 我们后面这组照片就增加了 相机的拍摄效果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真正的相机 使用大光群的人像镜头 夜景拍摄出来的效果 其实你从小兔来看 现在的手机的模拟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已经非常接近于相机的效果了 只不过说抠图的质量参差不齐 你比如说像叶子的部分 小兵13 Pro就没有抠出来 但是X90 Pro Plus却抠出来了 好我们来到桥上 在这组照片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依然是处理的很随机 后面的灯不仅没有亮 而且它虚化效果又特别的强烈 但是13 Pro它背景的虚化效果 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相机拍摄出来的 虽然说相机拍摄出来的画面整体 是比较偏暗 而且是比较偏冷的 因为我们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光线是比较偏冷的 X90 Pro Plus会把整个画面变得偏暖一些 就看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倾向了 放大照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两台手机 它对于皮肤的处理 大家注意看 这个时候小米13 Pro额头上的头发 会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X90 Pro Plus处理失败的一个结果 好像有什么黑色的血管在爬一样 这个就是现阶段AI的HD人像增强 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通过这组照片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X90 Pro Plus依然是不太会去反映现场的光线 它会更加优化到比较偏暖的 它认为比较好看的一个色调 小米13 Pro和相机的整个白平衡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我放大照片以后 当然也依然是有我们刚才说的中毒的效果 但是整体的画面的观感 包括背景虚化的效果 13 Pro是比较接近于相机的 就是很奇怪 你会发现X90 Pro Plus 它的右侧虚化是比较多的 但是左侧的虚化却没有那么多 以前是两张照片的虚化不一样 现在是一张照片 左右两枚的虚化都不太一样 反正也是希望之后 Vivo能够再继续更新固件调一下 最后我来说一下长焦人像模式 X90 Pro Plus在调到3.5倍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有没有发现右上角的HD人像会被自动关闭 也就是说X90 Pro Plus 它在3.5倍是不支持HD人像的 虽然说此时也是支持虚化效果以及磨皮 但是不支持HD人像 而小米的13 Pro 即便是你在默认情况下 它使用了3.2倍的长焦 还是在大视镜头里面选择75毫米的肖像镜头 它的右上角都是支持HD人像的打开和关闭的 所以在后面照片的对比的话 大家可能会看到X90 Pro Plus它的长焦的人像画质 看起来可能会没有小米13 Pro那么好 小米13 Pro在3.2倍的人像模式 它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正常的摸认进来的模式 另外一种是使用大视人像镜头 75毫米 还有什么区别 就是使用75毫米的大视镜头 它会模拟一个F1.2光圈的莱卡的镜头 但是在这个模式下跟50毫米一样 它是没有右边的磨皮的开关的 如果我不使用大视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美颜的开关是回复了 大家可以设置美颜 但是此时它的光圈是F2.0 并且不会模拟任何75毫米F1.2 莱卡镜头的背景驯化的效果 就是有点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感觉 好我们也来看一下长焦端的人像模式的对比 具体我小米使用的是 75毫米的大视镜头 还是默认的人像模式长焦端 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下方的莱卡的水印 如果是F1.25 我就是使用大视镜头拍摄出来的结果 从整体的观感的话 你会发现 小米13 Pro不会特别的去压高光 西洋的高光还是会保留很多 但是X90 Pro Plus 直接把水面上的高光全都给压没了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观感 但是从衣服上 大家也会看到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13 Pro有这样一个绿边的问题 反正好像遇到这种夕阳的背景 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解析力 由于这个时候X90 Pro Plus 它是没有HD人像的加持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物面部的解析力 反而是不如小米13 Pro的 而且头上小啾啾也被抠出去了 半身人像 大家看一下 小米的绿边的问题 真的要好好的处理一下 哇靠 你会发现它在栏杆这个部分 就没有绿边 但是一旦到了黄色的背景这边 绿边就会比较多 这我估计还是算法的问题 放大以后大家看一下 没有HD人像的加持的X90 Pro Plus 它的解析力表现是没有跟小米13 Pro 拉开很大的差距 再近一点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小米13 Pro 它就彻底放弃了 它的高光的压制就会收敛很多 放大以后大家看一下解析力 很明显是小米13 Pro 它的皮肤的细节会更丰富一些 然后头发的解析力会更好 即便是它的焦段更短3.2倍 等下技术黄米 但是它的表现还是要比X90 Pro Plus更好一些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妈呀 这个夕阳压得太厉害了 我是太不喜欢这种感觉了 反正X90 Pro Plus这个HDR效果压得真的是用力过猛 放大看一下皮肤的细节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 小米13 Pro它是有HD超清人像的 实际上也是有过一些优化 相比没有HD超清人像的X90 Pro Plus 确实表现会更好一些 然后在一个远景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种背景压高光的方式 我觉得右侧的小米13 Pro会感觉更自然 因为当天拍摄的时候天空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澈的 所以直接的观感是更像右侧小米13 Pro的样子 放大以后两个手机它不同的调教的方式 会发现小米13 Pro它的噪点会比较多 在一张比较近距离的拍摄 这张是感觉差不太多的样子 好 又到我们的光线非常差劲的室内 X90 Pro Plus依然是有值钱的问题 光线会保持比较偏暖 然后人物肤色提亮的比较多 小米就会更还原现场的环境 这张照片的话小米应该是开启了HD人像 所以它的皮肤是有一些优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 因为我拍摄的距离是一样的 所以在相同的情况下 X90 Pro Plus更长的焦段 它拍摄出来细节的更多 另外也是因为它的底比较大 做解析力会更好一些 但是皮肤这种低频的细节的话 就看不出来太多的差距了 然后再对比一些其他的照片 它其实跟我们之前对比的五超米的焦段 结果是差不多的 小米处理的是比较收敛 没有那么过分 大家日常的观感的话 可能还是会觉得 Vivo X90 Pro Plus会更好一些 前辈子也说是比较喜欢 Vivo拍摄出来的照片的感觉 因为确实光线环境比较差了 算是比较挑战相机的处理极限了 正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是补一个面光 会效果更好一些 你可以看到被顶光直接照射的 手部的皮肤会看起来非常正常 我这边又是站了稍微远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两台手机 对于背景虚化效果的处理的差别 我感觉都还可以吧 X90 Pro Plus如果不是像这种 把背景虚化效果处理的 特别的强烈的情况下 看起来都是比较自然的 这张照片其实我是让模特 稍微往后挪了一下 这样的顶光的指示的光线 就不会直接照射到脸上 面部的皮肤会看起来比较均匀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衣服上的细节 这两台相机的差距 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3 Pro它的背景虚化效果没有出来 X90 Pro Plus的背景虚化又特别强烈 这张照片就是真的特别极限了 我们是移动到 基本上没有被光线照射到的地方 但是背景却被灯光照得很亮 这个时候ISO就直接标到了2500了 X90 Pro Plus的ISO是标到了6600 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F2.0的光圈 它就可以有比较大的进光量 ISO就可以压得稍微比较低一些 放大照片的话 13 Pro的画质 它看起来就是比X90 Pro Plus更好一些 X90这边的虚化效果还是太强烈了 同样的这张照片也是 有两张照片都是调整的 同样的F2的光圈的虚化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背景处理 X90 Pro Plus还是会更激进一点 放大照片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画质的区别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张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移动到了室外 用长焦拍摄了很多的照片 左侧我这边又选择了 BELTA的焦外的虚化 你会发现它的悬焦在长焦端的话会特别的强烈 光斑会更加的扁圆一些 而右侧小米13 Pro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像的光斑 它没有做任何特殊的处理 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 放大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X90 Pro Plus大底的长焦端 优势就会稍微多一些 放大照片 大家也可以看到解析力上的区别 我感觉13 Pro还是会更清楚一些 把头发丝会分得开一些 可能是因为F2光圈的进光量更多 这个时候右侧我换成了小米75毫米的肖像的大实镜头 它的光圈会变成F1.25的模拟 左侧X90 Pro Plus我选择的是 Sooner的镜头效果 你可以看到光门会特别大特别圆 这个就是两个背景的虚化会很强烈 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面部的细节 因为这种光线环境确实比较极限了 对于手机的要求还是有点高的 画质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主摄或者是50毫米的镜头来比 因为焦段越长底越小 它其实等效光圈是越小的 不过在晚上现在手机能够拍成这种效果 我其实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边右侧的话 小米13 Pro应该是打开了HD人像 你会发现它的头发丝会做一些增强的处理 然后我又移近了一些 拍了一个半身的人像 不得不说X90 Pro Plus人像的磨皮的效果是 确实看起来挺好的 複色是比较偏粉嫩 小米比较偏真实一些 但是头发丝上的一些细节的话 小米13 Pro会更多一些 其实主要是因为小米13 Pro它是有美颜的效果 但是它没有瘦脸 没有开瘦脸 X90 Pro Plus它磨皮 瘦脸大眼 多多少少有开一点 所以你会感觉到脸比较小 算是占了一点点便宜 这组照片的X90 Pro Plus我就选择了最后一个DESTA共的 胶外光斑的效果 你会发现它的光斑是一个菱形的 同时我又把X90 Pro Plus的美颜给关了 在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两边的脸的大小是一样的 右侧小米13 Pro是有HD超新人像的开启的 左侧X90 Pro Plus是既没有开美颜 也是不支持HD超新人像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组照片大家可能会觉得 右侧的小米的效果看起来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美颜的功劳 好这个是在墙上 墙大手机在长焦端的背景的虚化效果的处理 整体的观感还是X90 Pro Plus会更亮一些 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小米用的是大师镜头 它没有美颜可以打开 而X90 Pro Plus它是由默认的美颜开启的 所以观感会比较好 这张照片我觉得也是比较惊喜的 你会看到X90 Pro Plus它的色温会调的点紫一些 感觉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背景的虚化也很自然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面的虚化的过渡 而小米13 Pro它的色温是比较还原现场的 但其实如果你在后期去调色温的话 也是能够调整成类似的效果的 你只需要把黄色稍微降一点 然后把紫色稍微拉一点 再加一点曝光 你会发现是不是 这个X90 Pro它只要愿意 它其实也能够处理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效果 只不过是我觉得小米是比较克制 它不愿意去做这么多处理 放大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的细节 其实这种长焦在这么晚的情况下 经不起太大的放大 最后一组了 让我们看一下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 都是一些背景虚化的模拟 然后交了光斑 因为这太暗了 其实它的解析力 已经下降了比较多了 基本上这种画质 只能够当做朋友圈的照片发一发 ISO都已经标的3200了 X90 Pro Plus ISO已经标的9000了 但是我觉得对于手机来说 日常拍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发朋友圈还是挺唬人的 当然看了这么多妹子的人像对比 我们还是来做一些静态的照片对比